你要泡什么 要泡茶 泡咖啡 可不要泡沫经济 要泡不长泡不早 可不要梦想成泡鱼 要泡菜泡饭泡牛泡书本 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 不管泡什么 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FM98.1 News98 98新闻台 11月5号星期一 进行的单元小说大学 小说大学是我在 红健全文教基金会 闽龙讲堂的支援协助之下 为News98听友所开辟的单元 今天第六集的小说大学 要谈的是 被誉为武侠小说泰斗的金庸 张大春泡新闻之 红健全基金会 闽龙讲堂 小说大学 1966年4月22日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教授 陈士香先生 当时在日本京都人文科学部研究所任教 由于买不到天龙八部的上市小本 特别写信给作者金庸 请他寄一套 而有所谓求精求道佛家自己也 这样的话 这封信日后附录在天龙八部的书里边 可以视之为大学教授读金庸武侠 这个说法的最早的文献 从这封信 以及四年之后 也就是1970年11月20号的第二封信 其中的潜词看来 陈士香教授和金庸先生并非时相过从的密友 陈至于今倒像是一个 浸润济久 仰慕一生的读者 之于一个旷世无痞的大作家 无论出之于缅怀之音 或者是借重于大学 借重于教授这样的名弦 金庸披露这些私人的信函 没想到却在一位比较文学学者的 余扬和赞赏之外 留下了一个值得推敲的课题 在京都所写的第一封信里 陈士香先生如此写道 说天龙八部里的人物情节 可谓无人不冤 有情皆孽 要写到尽致 非把常人常情都写成离奇不可 书中的世界是朗朗世界 到处藏着亡粮和鬼欲 随时予以惊奇地揭发与讽刺 要供出这样一个 可怜云云众生的世界 如何能不叫结构松散呢 这样的人物情节和世界 背后笼罩着佛法的无边大超脱 时而透露出来 而在每逢动人之处 我们会感到希腊悲剧理论中 所谓恐怖与怜悯 再说句更臣服的话 所谓离奇与松散 大概可以叫做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吧 这段话之所以提到离奇与松散 实在是由于平素和城市 网环聚谈的那些个青年朋友 也就是学生身份的人 其中有人就认为 天龙八部稍微松散了些 而人物的个性和情节 又太离奇了些 这样的意见 陈世湘在信里边所写的一段 正是对这些独厚感式的意见的答复 也是对金庸作品的捍卫 所以在将近四年 有七个月之后的第二封信里 陈世湘又以王国为所谓 一言以弊之曰 有意境而已 这样的话来称道金庸 还说 至其中属离奇 而不失本真之感 则可与现代诗 甚至造型美术之佳者 互为印证 陈世湘先生还说 我常以为其精英之初 可与圆剧 也就是圆杂剧 之一君土起相比 既表天才 一官世运 所不同者 今世有止见此 一人而已 意思就是说 金庸的小说 可以和圆杂剧 相互结航上下 只可惜的是 今天不像圆杂剧的时代 有那么多的作家 今天值得称道的 只有他一个人 在陈世湘先生的话里边 金氏有止见此一人而已 显然是极大的恭维 至少我们无从考证 陈世湘先生 是否像读金庸作品那样 细读过 比方说 平江不孝生的江湖奇侠传 近代侠义英雄传 顾明道的荒江女侠 白宇的十二金钱标 郑正音的卧虎藏龙 铁骑银瓶和环珠楼主的 鼠山剑侠传等等 但是 这番恭维 却不幸而预言了 二十世纪末金庸的作品 在华文通俗小说 阅读世界里头 所造成的强大挤压效应 1998年 春天 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 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 中国文学的国际研讨会 召开了 半年之后 台北也推出了 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 推波助澜 雾奇要使金庸先生的作品 以及所谓的金学 得到一个正典化的出身 更何况 还一再经由电影 电视 漫画等等 各种媒介 改编而扩大的援助市场 笔合而观 金庸的作品 非但可称为 武侠小说 这个文类的极大成者 他的书写活动 甚且被誉为 在审美内涵上 突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 单维现象 所谓的单维现象 就是只有国家社会历史 这样一个维度 而增添了超艳世界 也就是所谓的神奇世界 以及内自然世界 也就是人性的维度 这些话 也是学者刘在富的话 甚至连李陀也说过 说在金庸的手中 形成了一种成熟的 独特的白话文 我们还不妨称之为 金式白话文 那么金庸已经是一位文体家了 金庸显然成了他本人 未必愿意明白恭维的武林盟主 他是一个文化现象的核心 关于这个文化现象的种种讨论 更是一而再 再而三 再三再四的增加 金庸的作品 以及金学 本身的挤压效应 到最后会形成一个 什么样的结果呢 舍金庸而无武 非金庸而无瑕 这是一个文类黑洞的情态 席卷八荒 包罗万象 从而也才会有这样的话出现 可以断言 不会有超出金庸的武侠小说 因为金庸已经成功地完成了 武侠小说的现代化实验 其结果是武侠小说的解体 这话是学者杨春时所说的 他下的这样冲促而悲壮的结论 言犹在尔 不过黑洞尚未形成 原先那个小小的质疑 尚悬而未解 也就是 陈世香先生在思汗之中撵出 玄疾又以掉了两句文学批评的书带 这样的话解嘲放过的课题 是否应该再仔细探究 什么话呢 离奇与松散 难道果真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吗 这种统一是如何产生的 它的产生若非只能在金庸名下 才能够彰显 那么是否有另外的渊源 直言之 倘若离奇的内容可以和松散的形式 共生而形成一个美学典范 而且非松散的形式 不足以表现离奇的内容 非离奇的内容不足以寄托松散的形式 那么这个共生关系的根底又从何而来 此一话题 使我们可以离金庸这个黑洞稍稍远一点 约略看出之前中国武侠小说 所延展衍生出来的一种叙事传统 其实金庸也曾经在答复评哲 说到他的某些作品结构不好的时候 他曾经这样说到 说我写小说 结构是一个弱点 就像汤马斯哈代他的还香记 或者是查尔斯狄更斯 他的双城记 那样精彩的结构 我没有的 又好像墨博桑的一些小说结构的云衬 浑橙 是我绝对急不上的 现在我只好老了脸皮说 结构松散 是中国小说的传统 这段话 在1998年8月号明报月开上刊登的 文章的题目是 小说创作的极点思考 作者就是金庸本人 先前我们曾经说到陈世湘先生的第一封信里面 所谓的离奇与松散 大概可以叫做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吧 这当然不是一句严格的评语 但是其中颇值得仔细分析的道理是有的 所谓形式与内容要统一 这个美学标准 可以一直追溯到 古希腊时代亚里斯多德的诗学第八章 原文是这么说的 戏剧情节的各个部分 必须用这样一种方式连结在一起 以至于任何一部分 如果挪动或者置坏 就会使整部作品松动脱节 要是某一部分可有可无 并不引起显著的差异 那么就绝对不是整体之中的有机部分 这个有机论 Organic Theory的理性哲学背景 促使抱持这个议论的批评家们相信 统一 英文叫Unity 统一这个概念和性质 应用在艺术作品上的时候 得以检验过滤或者是筛选出多余的 不适当的不符合整体需要的部分 换言之 为了吻合统一性 作品的各个元素 必须彼此巩固支持 如果以建筑物做一部作品的类域 那么不能彼此巩固支持的元素 就失去了统一性 而使得结构松散了 从这个建筑物的比喻来出发 中国古典说部张回体的作品 恐怕很少有合格的 无怪乎 胡适之会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这篇文章里头斥则说 至于布局一方面 除了几首实在好的诗之外 几乎没有一篇东西 当得布局两个字 所以我说 从文学方法一方面看去 中国的文学 实在不够给我们做模范 胡适这话好像很大胆 这是1918年间胡适的意见 七年之后 胡适写海上花列传序 仍旧隐然秉持着 这一套的看法 认为海上花列传的结构 实在远胜于如林外史 从而 胡适之还特别从一本名叫 《海上奇书》的杂志上 抄录下来 海上花列传作者 韩子云自己的小说主张 韩子云身为小说作者 很自豪地表示 说我的海上花列传的笔法 虽然是从如林外史中脱化出来 和建筑物比喻的美学考虑 他自己是这么说的 说 这小说呀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或尽接连起十余波 忽东忽西忽南忽北 随手续来 并无一事完全 也就是说 没有一件事情 从头到尾说到底 但是却并无一丝挂漏 读起来 绝其背面无文字处 尚有许多文字 虽未明明续出 而可以意会得知 此穿插之法也 此外 批空而来 使读者茫然不解其如何缘故 急欲观后文 想要急着看后边 到底怎么解释 怎么说的 而后文又舍而续他事已 后文却没有解释 去说别的事了 等到其他的事情说完之后 即他事续弊 再续明其缘故 而其缘故仍未尽明 直至全体尽漏 乃知前文所续 并无半个闲字 此藏闪之法也 穿插 藏闪是两套法 即使我们不借助于 亚里斯多德的诗学第八章 韩紫云显然 作为一个作者本人 已经声明了他 并无一事完全 却并无一丝挂漏 以及并无半个闲字 这三点 是非常重要的要求 如果用一句话来说 就是不许说废话 韩紫云主张的 无挂漏 无闲字 乃至于 胡适讲究的布局 所着眼的 恐怕也只是 后出而意区转经的 结构论里面 所谓的事件结构而已 强调事件结构的批评家 首先会将一部小说 分割成各种细小的 情节单位 并且 以其间的因果关系的 必然性与否 来判断 某个情节单位 是否能和其他的 情节单位 彼此巩固 彼此支援 如果不行 那么就是 结构上的不必要 也就是 结构上的缺点 《海上花列传》的作者 韩子云的另外一则立言 是这么说的 说合传之体 有三难 所谓的合传之体 就是一部有 非常多情节的小说 三个难处 一约无雷同 二约无矛盾 三约无挂漏 写一人 而无结局 这就是挂漏 续一世 而无收场 也是挂漏 这段话的 一约无雷同 二约无矛盾 三约无挂漏 这一约二约三约 指的不同 一约二约 指的是 小说人物的塑造 要不能雷同 要不能矛盾 但是三约 也就是无挂漏 这一点 正是事件结构的琢磨 值得注意是 韩子云用了 合传这个词 由于韩子云 使用了这个词 胡适就不得不沿用之 甚至还要附会其说 他把合传 这两个字的来历 上说到史记 并且为司马迁 所写的合传 还定出来了优劣 认为啊 有自然联络的合传 是好的 相反 也就是不自然的联络 那就是不好的 什么是有自然的联络呢 那就是 凡是一个故事里的人物 可以合传 几个不同的故事里的人物 就不可以合传 这个怪论 非但涉嫌 以小说的神末 去规范历史的写作 甚且啊 还暗含着一种 想要修理那不完美的 历史的荒唐想法 不过 也正是在这个怪论之上 胡适之曝露了晚清 以至于明初之计 一个从韩子云到胡适本人 都没有曾经想过 要去质疑或抗拒的理念 什么呢 那就是小说是一种传记吗 基于小说是一种传记的认识 就会衍生出如下的许多主张 首先 小说以人物为主 而且这些人物 在现实世界之中 是原本有其依据 得以索引而辨识出来的 其次 由于现实世界中的人的面目 性情 语言 行为 有其不得度悦的生理和物理限制 所以呢 小说里的人物 也必须服应同样的法度 第三 中国的史传 自有其 不能够写那些废话 不能够冗坠的精简传统 所以小说 自然也没有 辐射笔墨描写 不相干事件的特权 第四 史的书写 一向不曾背离过 那个观星王知德诗 也就是所谓 大历史的教训的目的 小说 也就不应该背离 它对家国社会等 大我所负起的教化责任 如此一来 小说的宗旨 便是在映照 一幕又一幕的现实了 问题在于 现实世界并不是 无挂漏 无闲字 而且严密布局出来的 小说的镜像对称 现实世界本来就是一个 结构松散的世界 更妙的是 我们如果再联想起来 会发现 这个松散的性质 也正是中国传统 书场里的叙事特质 让我们来举个例子 源自清代说话人 底本的七侠五义 显然是一部 结构松散之作的范例 它的前二十回 是依据明朝人的作品 龙图公案 所演成的包工故事 其后 则是一批一批 与官僚和法律 或近或远的 侠客之间 他们的勾斗 以及如何辅助 或正或协的政治人物 并且在宫廷 以至于市井的 各种小战场上 演习其秦王 或者是谋逆 这样的冲突 由于原本 不是出自一个 完整的故事 所以也没有一个 贯穿全局的主人物 作者 也就是说话人 在这部 堪称为群戏的作品里边 对于人物 所应该负的责任 更不是利传 而是如何让他们 在原本 不属于自己的故事里边 亮相 然后消失 等到读者 其实是听众 已经被另一个故事 所吸引 而忘记先前 这个亮过相的人物的时候 忽然之间 再另生一个肢结 把原先那个 你已经忘记的人物 再叫回来 让听的人 忽然会生出一种 如见故人之感 就是这个叙事技术的运用 他已经是日后 韩子云自称自道 说从来说不没有出现过的 穿插藏闪之法 韩子云认为是自己发明 其实说书人早就玩这一套 小说大学 前边说到了 中国的书厂里边 有一种特殊的技术 穿插藏闪之法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举个例子 比方说 七侠五一第三回 包公带着包星 到京师去会试 在一小店里头 巧遇了一个人 这个人五声打扮 叠抱着英雄精神 面带侠气 包公爱着人气宇宣昂 邀他一块儿喝酒 这个人就是南侠展昭 展昭随即在当天晚上 把包公主仆 从金龙寺恶僧的手中 救下了性命 而后 小说屡次叙述 包公考中了事 当了官 断了案 又罢了官 还遇了贼 忽忽然说到第六回上 才又在吐龙港 和展昭重逢 这回别过 又过了五回 包公又断了几个奇案 到了第十一回的末了 说话人猛的一阵 忽东忽西另起炉灶 劈空硬切到展昭母亲过世 之后呢 展昭到陈州去漫游 导出了下一回 巧换藏春酒的情节 以及戏弄庞太师的儿子 庞玉 他手下有一名勇士 叫相福的情节 至此看来 故事好像 往展昭方面去挪移了 甚至去往陷空岛的 武鼠那条线上岔过去 殊不知 庞太师的儿子庞玉 这条线 又是下一段 包公故事的伏笔 在说话人那儿 穿插加上藏闪之法 是一个不得不有的技术 不如此 就不能把来历不同 底细本来无关的人物 和他们各自的故事 拼凑到一块去 这种拼凑之所以 能够奏效 显然和说书这门艺术 诉诸过耳即忘的听觉 有着本质上的关联 和诉诸视觉的阅读活动 是决然不同的 从事讲述 带表演 吟唱和口技的说话人 往往能够利用 现场的临极性 突发性 随性的机制 以及群众之间的 互动互染的常态 而吸引那些受众 进入当下的故事情境 在这个传播效果上看来 的确占据优势的 书场叙事传统 当它一旦书面化 或者是文本化之后 就极可能曝露出一个 失去临场语境的问题 也就是说 比较起书场里头的听众而言 小说读者会更不耐烦于过分 突兀或者是隐晦的穿插 以及略嫌 冲促或者是漫长的藏闪 文本的读者 也要比书场的受众 更敏感于 其实原本也不应该定于一尊的 结构美学 说话人的废话 在书场上 也许不明显 但是到了纸面上 却很可能是 令人触目烦心的闲字 说的废话多了 不过 如果反过来说 万一你不能够体贴 在书场里头的小说 和纸面上的小说 它是有差别 而就一定要要求 它无挂漏无闲字 主张如此 并且要讲究布局 只有这一条律法来衡量 那么 你就很可能无法见识到 在尚未失去 那个临场语境的 说话人口中 松散 可能正是小说的趣味之所在 那是一种 不急着要知道 后来怎么样 也不忙着寻求结果的趣味 闲话闲说 闲花闲看 这是关于松散的说法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离奇 巧合是离奇吧 离奇的遭遇 在小说里面 它只有两种极端相反 与因果关系之间的辩证 第一 巧合是完全没有 也不需要解释的 换言之 巧合的构成是排除因果律的 第二 必须经过错综复杂的 因果关系 最后拐弯抹角 获制出一个出奇 但是合理的解释 金庸作品 天龙八部里头 那段玉就一身而兼具 这两种巧合 在天龙八部第十四回 聚引谦卑男儿室里边 段玉离开了曼陀山庄 失魂落魄的来到 无锡城边的松鹤楼 就像包公主仆那样 没来由的遇上战招了 他呢 撞见了乔峰 也就是后来的萧峰 两个人纵酒聚谈 竟然结为异性兄弟 这是第一种巧合 到了第四十八回 王孙落魄 怎生萧德 扬之欲录 这一回里头 历尽波折 眼见就要成为眷属的段玉 和王羽燕 在王夫人突如其来的告白之下 摇身一变 他们居然成为乱伦的兄妹 然而 情节急转直下 段家妈妈刀白凤 随即揭露了 原来她也有一段 不为人知的私情 所以 段玉和王羽燕的 生父段正纯 并没有血缘关系 这是第二种巧合 作为romance 传奇 这个类型的关键性元素 也就是巧合 离奇遭遇的高度象征 可以称之为传奇的叙事者的识别证 我们甚至可以将读者对于巧合的接受程度当作作品的试制 倘若一个读者能够认同其他属于传奇的文本元素 比方说 认同那些超自然能力和经验 以及人类的日常生活可以相互融合 错综复杂的角色关系 构成了一乎常人所能承受的连续和巨大的冲突 还有典型化甚至刻板化的个性以及性格描述 还有相对立的信仰和价值之间过度夸张的不妥协性 还有一波未凭一波又起的重大磨难或成就 还有具有不可思议控制力的道德制约 以及无法通过经验法则逻辑推理 以及科学实验来证明的神奇事迹的描写等等 但是这个读者却不能相信或接受巧合的话 那么传奇之于此人就根本没办法成立 此人之于传奇也不会是一个有效的合格的读者 这里头牵涉到一个深刻的底蕴 传奇必须透过巧合这一拒绝简易因果关系的设计 才得以展开其叙述 换言之传奇的内在原本就预存着一个反事件结构的动能 它就不要有因有果的那种叙事 一个高明的作者会想尽办法让巧合看起来是事出有因的 也就是说传奇既需要巧合这个反事件结构的动能 而当读者一旦意识到说 哎呦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啊 作者呢只好设法让读者不去注意那巧合之巧之稀罕之不可能 那怎么办呢就是利用人的心理 人的心理会认为先前发生的事一定是后来发生的事的某种程度的原因 所以呢也就是利用唤起读者对伏笔的技艺这个手段 因此实际上就是巧合的掩护 也就是传奇内在反事件结构动能的掩护 怎么说呢我们再回到金庸看 段玉和王宇焉居然差一点是同父异母的兄妹 又居然果真不是同父异母的兄妹 天下哪有这样的巧事啊 哎可是且慢 这一段奇上加奇巧中生巧的情节 有两个伏笔 第一个段玉在天龙八部第七回和第九回里头 曾经分别发现 同他都有情愫的慕婉卿和钟灵 正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子 这两次发现并不是第四十八回后文 也就是段玉和王宇焉生生之谜赫然揭露的前因 无关的 然而一旦读者在四十八回上忽然声出说 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情 那个怀疑的时候 第七回和第九回之前事情的记忆 立刻因为其相似性而被唤起 一旦唤起 便是没有来历的巧合 看上去有了相似性 而这种掩护 读者不会因为段玉总是在乱伦边缘 而怀疑金庸利用段正纯的风流 来注销他越写越不满意的女主角人选 或者是注销他跟英雄终成眷属的资格 读者甚至不会注意到 段玉一再遇上失散多年的妹子们的几率问题 于是巧合之巧之稀罕之不可能 等等顾虑就这样挥发掉了 小说大学说的是金庸 以及金庸式的小说 所谓离奇与松散究竟称不称得上是一种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呢 或者这样说 离奇与松散究竟是不是一种共生的 有共伴效应的特质呢 比方说天龙八部第48回的 奇上之奇巧中之巧 也就是段玉和王语音居然差一点是同父异母的兄妹 又居然果真不是同父异母的兄妹 这段事本身也呼应了 第七回和第九回 先前发生的别人的无关的事 成为那两次发现的收述以及后果 前文和后文 伏笔和硬笔之间 明明是几个相互没有因果关系的情节单位 欠缺形成紧密事件结构的条件 但是叙述却创造了他们相互掩护的条件 这就是利用叙述结构来迷缝 来救济事件结构的秘诀 在这里让我们重回 先前我曾经设下的一个伏笔 金庸不是早就承认他写小说 结构是一个弱点 而且他还说 现在我只好老了脸皮说 结构松懈是中国小说的传统 金庸的辩护显然是把自己的作品 脱避在一个想象中的大传统之下 借由共有而难免那结构松散的弱点 来承接那个传统 有趣的是 金庸的说法是一个带有明显价值判断的对比 他说哈代 他说狄更斯 他说莫伯桑 还说这些西方作家作品 精彩的结构是他绝对集不上的 我们无从也不必追究金庸所指的结构 是指小说的事件结构 叙述结构 还是至私一焚的角色结构 辅马结构 主题结构等等 这些学术夹杠 我们先不说 我们只能假设 金庸把说书人在书场里边 那种在胡适言里头 毫无布局可言的松散 放置在自己作品的行列之前 以及西方十九世纪经典名作的对立面 的确 金庸的辩护让我们想起来胡适 听见他 中国文学实在不够给我们做模范的大声疾呼 闻到他为中国新文学运动所释放的 气味并不纯粹的历史主义薰香 老实说我还认为胡适不够专业 对于中国传奇特别是书场里面 所经营的传奇 如果要有专业性的了解 我们必须知道所谓的结构 应该从哪一些角度去认识 比方说我们该不该认识 在不同作家的不同作品之间 或者是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之间 看起来不属于同一个故事 可是却分享着同样一个武林 那么这算不算一种结构呢 厚达两千页的江湖奇侠传 可以被视为是近代武侠小说的小鼻祖 他打造的大概一百多个侠的戏谱 原本只是昆仑派和空铜派 也就是练气的剑派和练形的剑派 之间的勾心斗爵 根源于昆仑派的祖师金罗汉吕轩良 在一次被迫比武的过程之中 用肩上的大老鹰 着瞎了空铜派的董路堂他的左眼 所以取胜了 日后昆仑派空铜派两派徒子徒孙 又因为种种巧合而互设恩仇 看似比较属于名门正派的昆仑派 也有行止不减的后背 看似站在对立面的空铜派 也有上亿任侠的传人 众多人物也就好像如林外始一般 各在自己的本传之中 独当一面管领风骚 并且穿插藏闪于其他侠客的本传 来维系整个合传的系谱 形成彼此巩固支持的结构性力量 也正是这个力量带领着读者 在阅读过程之中产生一个目的性的质问 到底昆仑派和空铜派 是否终将如全书第四回所说的 利用平江流洋两地乡民争赵家平水陆码头 这种年度大决战所隐喻的那样 到最后拼得一个你死我活的胜负 争出一个魔霄道长的是非 来一个一次性的最终的圆满解决 这个追求解决的目的性质问 其实原本是不孝生打造的系谱 所必然会牵引出来的 因为侠客各自的身世和来历 一经细节化的勾勒而纳入刚才我们所说的系谱之后 他的结果就一如他的出身那样 不能不被纳入系谱的辨识坐标去解决 这也就是说系谱里的侠的结局 非在系谱之中完成不可 大侠甲和大侠乙和大侠饼和大侠钉既然分享着一个纠结着复杂关系的出身和来历 就不能够只有纯属大侠甲一个人的结局 他个人离开故事的解决至少要和乙饼钉其他的侠有关 不过江湖奇侠传并没有满足我们这样的要求 在历经了1600页证文所打造的系谱之外 相对于先前的故事 平江不孝生也就是作者 忽然对他之前所铺陈的各种伏笔没了兴趣 他有兴趣的反而是张文祥刺马这一个单独的案子 所以他怎么说呢 他说关于昆仑派和空同派这两个派系 至于两派的仇怨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消逝 不过在下写到这里已经不高兴再延长写下去了 暂且与看官们告别了 以中国之大写不尽的奇人奇事还不知有多少 等到一时兴起或者再写几部出来 给看官们消遣 于是江湖奇侠传就这么结束了 他只花了午夜的篇幅 草草交代了那些所谓的江湖奇侠们 火烧红莲寺的情节之后 这个小说就完了 不高兴写下去 是不孝生留下来的一个谜 后人无从究竟得知 他是不高兴些什么 不过张文祥行刺马新仪 这是一个在当时真实发生 而且处处起人疑斗的大案子 恐怕是不孝生整部江湖奇侠传中 最难耐愚愤不平之气的一个环节 也是唯一现身在三向看官们辩护 他不得不照实写出来 从头到尾写出来的一个环节 平江不孝生甚至在八十六回之中宣称 他这部奇侠传和施奈安写水浒传以及曹雪芹写 《红楼梦》是不同的 因为那两部书都是从一条总线写下来 所以不至于抛荒正传久写旁文 不至于有这样的弊病 他也承认他自己这部奇侠传 指的就是七十一到八十六回最后大松散的地方 所写的人物虽然也有些不怎么侠的 但是却没有不齐的 如此一来这十几回的内容 竟然连匣子都摆脱了 为什么呢 他高兴写的东西他才写 他不高兴写的东西他还真不想写 这的确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松散 不过如果我们愿意把整个江湖 归属于不同作者名下的故事背景 统合起来看的话 西普这个结构装置 毕竟为日后的武侠小说接收了 他甚至可以作为武侠小说 这个类型之所以有别于古典公案侠义小说的执照 一套戏谱有的时候不止出现在一部小说里边 它也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作家的好几部作品之中 比方说金庸就曾经在许多部武侠小说里边 让别人的侠客 比方说写了八十八部武侠小说的郑正英 他笔下的侠客就会进驻到金庸小说里边来 昆仑派空同派丐帮等等 这些原本是平江不孝生的戏谱 但是统统被金庸驱逐了 金庸驱逐了金罗汉董路堂红姑甘柳子 还为这个戏谱平天上自己所发明的本族祖先的名讳 此外金庸更扩大了这个戏谱的规模 比方说在射雕英雄传里 他不止接收了金罗汉两肩膀上的一对大老鹰 使之变成白雕 转手还让郭靖黄荣去养 另外还向水浒传里讨来了一个赛人贵郭胜 向月传里头讨来了一个杨再兴 全充郭靖和杨康的先祖 至于书剑恩仇录里的乾隆赵慧 碧血剑里的袁崇幻 射雕英雄传里的铁木真父子和邱楚基 还有倚天屠龙记里的张三丰 天龙八部里的揪魔智 以至于鹿顶记里的康熙等等 无一不是扩大从其他作品 包括历史之中所站来的棋子 这些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的戏谱 再也不像在不孝生那一样 只是让传主看起来仿佛一个个有绅士 有来历曾经活过的人 他们反而是在另行建构一个 在大叙述大历史夹缝之间的世界 而想要让大叙述大历史看起来 反而仿佛是这个缝隙间的世界的一小部分 至于陈世香先生最初所提出的那个问题 说要供出这样一个可怜云云众生的世界 如何能不叫结构松散呢 我们只能说从武侠衍生出来的 中国小说叙事传统 从来没有音循形式和内容的统一 而立法 无论是现实史传或传奇 也都没有一个像建筑物所打的比喻那样的结构 结构不是美学上的回答 它只是说话人和小说家 为了完成叙述而提出的种种假设 它可能是更大的虚构 洪建权教育文化基金会 势力于人文关怀将经典永续传承 锁定每周一下午一点到两点 张大春炮新闻之洪建权基金会闽龙讲堂 与您一起在探索文学中 获得生活灵感 发现生命之美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